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什么 定海神珠被毒 是啊 都怪我大义 认为神功报他 可恶 真是太可恶了 江子牙 竟然不守规矩骗走我定海神珠 此仇不报 非君子 如今我法宝被偷 也要不回来了 等等 你到底是真果实还是假果实啊 太师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当成是真果实了 你在干什么 娇儿 别动手 太师 周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都是你这张脸惹的货 江紫牙 居然做这种事情 难怪那时候 他会派徒刑孙给我送饭菜 说江紫牙不杀我 是看在我和他是 结拜兄弟的份上 还说 吃完之后 要送我回御宇宙 所以我才 送你回御宇宙 不如跟我回璧游宫 我让教主收你为徒 那多谢师兄了 好了 只是 我咽不下这口气 公宝 你怎么了 你快把嘴张开 姑娘 你这是 难道你是宝血人鱼 不错 我们宝血鱼一族所剩不多 我游边附近的大海 都没有找到我的同族 碰巧那天公报救了我 我才和他成了好朋友 那姑娘 你又为何在江紫牙那儿呢 是因为紫牙他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原来是这样 完全好了 谢谢你焦儿姑娘 焦儿姑娘 太师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闻中一声光明磊落 想不到江紫牙 竟然用卑鄙的手段 骗走我定海神珠 我要用这人鱼 从江紫牙手中把它换回来 傅儿 Minnesota 不 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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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文太师 你一向为人正直 现在竟然有这种卑鄙的手段 哼 激发 到底是谁卑鄙呀 江子牙用诡计困住了国师 让杨检扮成国师的模样 骗走了定海神珠 老夫这么做是以奇人之道 还治奇人之身 两兵交战 所谓兵不厌仗 但是 我们袭击从来没有用谁来威胁过你们 而且 娇儿还是你申公豹的朋友 要不是他 你能逃出来吗 申公豹 你这样做 真是亲手不辱 放屁 李靖 娇儿在我军营中 安然无恙 别跟我废话了 江子洋呢 赶紧叫他出来 还我定海神珠 没错 你们有卑劣的手段 骗走我的定海神珠 我赵公明第一个不服 你们识相的话 快把定海神珠还给我 好 定海神珠已经放到北海海里 丞相 如今北海已经风平浪静 赵师兄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江子洋 你口才真好 把我的神珠放入北海 你分明是让我赵公明难堪 江子洋 你设计害了我 变成我深宫豹的样子 做了这些事情 今天深宫豹 要找你算账 我今天来不是想跟你们打 我只希望 你们能把娇儿姑娘给放出来 不打 参见两位娘娘 参见两位娘娘 你们两个 竟然还活着呢 哼 我们不仅活着 我们的法力 还增强了不少 而且我们的容貌 也越来越美了 无耻 你们这两个妖精 当初 杨将军把你们带回来 丞相一时心软 给你们一条生路 想不到 你们还不知悔改 江子洋 你今天看好了 我们这么多人 你是打不过我们的 你最好识相一点 还有 姜儿 你就别想再带走了 对 大王已经得知 吃了人鱼可以长生不老 所以要立刻把她带回去 什么 什么什么 我说李靖 你用七宝玲珑塔 把我囚禁的账 我神功报 今天一定要算 先别动手 我答应你们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这个定海神珠 从北海取出来 但你们也得答应我 下次 我在见到你们的时候 把娇儿姑娘给我放了 好 江子洋 老夫答应你 你只要还回定海神珠 老夫定会放了娇儿 老夫定会放了娇儿 我们走 太师 那人鱼呢 放心吧 老夫自有办法 既然神珠已落入海眼 海眼必合 就算江子洋他们肯去 也永远拿不出来 功名老弟 那怎么办 难道咱们眼睁睁地 看着江子洋 毁了丁海神珠吗 好 谁 在这边 难道咱们 那封租 第二 老夫 老夫 百姓 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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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金光阵法终于练成了 我在海底游了半天 居然没有找到海叶 看来要找到海叶 恐怕比登天还难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 否则 教儿会有生命危险 看来要找到海叶 教兄 这儿就是劫石山吗 没错 这儿就是劫石山了 这劫石山好大呀 教兄 那你三个妹妹 就住在这里啊 是啊 就住在山头上的陛霞宫 不过那里中年烟雾缭绕 而且还布下了结界 所以必须从这里徒步上去 既然如此 教兄 我们赶紧上山吧 请 三位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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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可是来找我们的 好 三位妹妹 这是 这位是当朝国师 在下申公报 这乡有礼了 国师不必客气 我叫云霄 这两位是我的妹妹 帝霄 穷霄 大哥 怎么 你不是要去帮助太师 攻打西齐吗 今天怎么会来找我们 我是 莫非 大哥是在西齐吃了亏 所以才来找我们 真的是这样吗 大哥 不瞒三位妹妹 原本我凭着定海神珠 将那西齐的珠将领 制得服服帖帖 包括那江子牙 也差点命丧我手 只是没想到 他们用卑鄙的手段 骗走了我的定海神珠 所以 他们骗走了你的定海神珠 这怎么可能呢 大哥 你不是一只珠不离身的吗 我 是这样的 江子牙命那杨茧 变化成我的模样 来接近赵师兄 赵师兄属于戒备 所以他的定海神珠 就被调包了呀 竟然有这等事 那假的定海神珠 不但让我战场失利 为兄 还被江子牙给生擒了 大哥 我看这件事 就这么算了吧 你以后 别再管这些俗事纷争了 算了 难道要我咽下这口气 让我们结教的门人 从此被铲教的人当笑话 大哥 不论结教还是铲教 都是同出于红金老祖门下 哪来的笑话 再说这江子牙将你秦柱又放掉 这就说明他本无意与我叫多生事端 我倒是觉得大哥应该放下此事 你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呢 大哥 你不要着急 姐姐也是为了你好 我们早就劝过你 不要参与这场纷争 师尊也命我们好好修炼 可你偏不听 现在我倒觉得 没了定海神珠反而是件好事 大哥 你就回罗浮洞好好修炼吧 怎么连你也这么说 穷笑 你呢 你也这么认为吗 大哥 我 三妹 我 我觉得 二位姐姐说的是对的 不过你别担心 之后 我们三个一定亲自 去把你的定海神珠给弄回来 好 我算是看清楚了 你们根本就不是站到我这一边的 大哥 我们三个都是你的姐妹 怎么会不站在你这边呢 只是师尊曾经说过 这阀伤之战 亦是风神计划的一部分 谁要是参与进去 闹不好 就会命丧其中 入到风陕榜中去啊 是啊 我们三姐妹 是因为担心你 所以才 好了 不用再说了 我不会连累你们的 公布 我们走 师兄 大哥 等等 师兄啊 你看这三位妹妹 怎么会怕被你连累呢 她们也是担心你啊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嘛 教绣 你忘了我们来的目的了吗 消消气 消消气 没事了啊 如果你们还认我这个大哥 我想借傅龙所一用 傅龙所 大哥借傅龙所 难不成定要去西方 帮助文太师 我 赵兄这次陪我前来 只是想借傅龙所 讨回那定海神珠啊 没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那大哥你就不用着急了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 等伐伤之后 我们就会帮你取回定海神珠 你还是先回罗夫洞吧 怎么 为兄像你们借一样法宝 你们都不愿意借 还说什么胳膊肘 不是往外拐 算了 你们爱借不借 我自己找江子牙去要 等等 清香 难道 你也不帮助你大哥了吗 二位姐姐 我看 还是把附龙所借给大哥一用吧 三妹 我不是不借 我是怕大哥 参与到纷争当中 惹祸上身呢 大哥 你真的只想要回定海神珠 不是为了 找江子牙报仇吗 都怪哥哥脾气不好 刚才没把话说清楚 我真的只是想 快点拿回定海神珠 然后就返回罗夫洞修炼 只不过定海神珠 在江子牙的手上 我实在是不放心 毕竟 文太师也是我叫同门 万一江子牙拿着定海神珠 去对付他 就不好了 二位姐姐 你们看 大哥也是处于膳膩 不愿意的 二位姐姐 你们别再犹豫了 这定海神珠威力强大 若是因为我们的犹豫 让文太师死于定海神珠的话 那我们也不会安心的 是啊 文太师的命运 就掌握在三位姑娘的手上啊 好吧 我就将附龙所借大哥一用 大哥一定要记住 跑回定海神珠 就立刻还我 嗯 三位妹妹放心 公报 我们该走了 多谢妹妹 三位仙子 公报 先行告辞了 好 怎么找 都找不到海眼 怎么办 我该怎么去救娇儿呢 子羊 子羊 救我 子羊 是娇儿的声音 子羊 救救我 糟了 他现在在赵哥 正要被献给大王 放开我 老实点 放开我 干嘛啊你 我已经呼唤过子羊了 他马上就会来救我的 你放开 真的啊 张子羊会来啊 太好了 我们正在等江子羊 自从挪网呢 不 江子羊 江子你千万别过来 子羊 子羊你千万别过来 带死你 二姐 你怎么把他打晕了呢 我们别人进去不行吗 二位娘娘 二位娘娘 大王来看你们了 是是 大王 大王人呢 大王 在那边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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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妃啊 为什么玉妃一看见姑 就冲过来爆骨 你却没来呢 因为啊三妹她比较笨 她以为大王是来接她的 可是我就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大王啊 是专为这条人鱼来的 大王 我没说错吧 怎么会呢 故事因为你们两个立下了大功 所以亲自来迎接你们的吧 是真的 当然 姑怎么会骗你们呢 还真的算是 大王 你是来风飞的 还是来和人鱼血的呀 姑小 能不能先做一段时间飞子 然后再 你休想 走前前往 江子牙 你上次打伤我 我还没有跟你算账呢 看招 比锡 先别打了 江子牙 你的人鱼现在在我的手上 你要再上前一步的话 小心我杀了他 江子牙 如果你今天肯下跪投降 姑还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 好 凤卿卿 你真的不放娇儿的话 好 我先对地心动手 如果你太难建 搞不懂 prisingly 1200 judge 成小 我是5股之灵 平时连这蚂蚁我都踩不锁 心情像扰灵吧 非常 保险 以后 лы 打 适 哈哈哈 打 呸 杀 强 ahor 子牙 到家屋上新拔 子牙 姜子牙 这就是你偷本座定海神猪的下场 姜子牙 你不知道赵师兄还有更厉害的法宝吗 姜子牙 明年今日就屁于忌日 国师 杀了他 遵命 等等 你 等等 你给我回来 你们要是敢动姜子牙一下 我就立刻咬舌自尽 你 好啊 你自尽呀 咬舌自尽呀 你要是自尽了 我们正好吃了你 我告诉你们 如果我自尽的话 我的鱼血就会立刻失去效力 不管你们谁得到我都没有用了 所以 如果你现在杀了姜子牙 我就立刻自尽 别 别自尽 国师 先放了姜子牙 待会儿再杀 风龙搜 子牙 你 你把他放了 那 是呀 就这么就把他放了 不用担心 他现在已经身受重伤 跑不了了 子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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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过去吧 有我跟赵师兄在 他是逃不了的 你怎么样 娇儿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只是我也重伤 哪怕 如今叫我对付一个深宫豹 或者是一个赵宫鸣 恐怕 我都不能为力 今日 我可能会 葬身于此 不 我不让你胡说 我不相信你会葬身于此 你是因为我才身受重伤的 才受到这般屈辱 我 我 昌颜 你 这个文艺 你应该是孤岛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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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羊 你先走 我不能走 我不能走啊 你不走 我还是会死在这儿的 不行 我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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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别人走 不行 我不走 快 走 我们追 别追 否则 否则您又要我自禁是吧 好 今天就先放他们走 反正还及身受重伤 先把这条人鱼给顾带回去 好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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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侯爷 丞相 侯爷 丞相 你怎么了 杨将军 丞相到底怎么了 丞相是被那赵公明的法宝给打中 加上圣公报对他痛下杀手 所以 各位 丞相如今如此虚弱 你们谁能有办法帮丞相医治呢 你们先别动 先到一边去 好 让侯爷担心了 实在是 紫牙的罪悟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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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 丞相 何罪之有 只要丞相能平安归来 背后就放心了 这是丞相的伤势 如今已经痊愈了 已经痊愈了 丞相 可是你刚才伤得很重啊 是啊 丞相 你刚才明明还是半活迷的状态 怎么突然间就好了 杨姐 丞相 刚才 你说你准备要去救我 就在我旁边 你当时看到娇儿姑娘了吗 呃 我看见 丞相和娇儿 在亲嘴 那并不是在亲嘴 那是 是 紫牙 这是我的内丹 我的内丹再严重的伤 都可以医治 答应我别吐出来 先把你的伤治好 不要挂念我 只要你活着我就放心了 别动 千万别动 否则你的伤势无法医好 你要怎么辅助侯爷 又如何拯救天下的黎明苍生 听我的 子鸭 什么 娇儿姑娘将内丹给了丞相 娇儿姑娘真是太伟大了 可是丞相 她将内丹给了你 那她又会怎样 因为娇儿姑娘 她是一条人鱼 能活在陆地上 必须要依靠 这颗内丹 只是如今她的内丹 留在我的体内 所以 她在陆地上 就好像一条普通的鱼一样 过不了多久 她就会衰竭而亡 啊 目一目 竟然要见了 逆了 采 Fr 怎麽髦目 全都看我 你看 骨力堂皇啊 你瞧 你看看 这可以说是比赵哥严宿人最好的 你看看那 是啊 大王真是 对啊 匪庸妖魂 臣在 这个宅兴楼建的富丽堂皇 这都是你们两个的功劳 不一定会重重地封赏你们 还有 所有建造摘星楼的人 大王 您这话可就 见外了 臣党都是大王的子民 能为大王建造此摘星楼 那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是啊 大王 只要您喜欢 我们所有人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大王的开心 但对我们臣子是最大的奖赏啊 你们两个真是孤的爱情啊 赵先生 你觉得 孤着摘星楼建造的如何 此摘星楼高耸入云 可谓建筑之中的王者 正如大王为人间之王一样 功名觉得甚好 不知这摘星楼建造了多久 耗费了多少人工 区区数月而已 这么短的时间 这还用说 我们有的是人力物力 建造如此规模的摘星楼 只用了区区数月 小事一桩 我想建造这摘星楼 恐怕劳民伤财 累死了不少百姓吧 这 这 诶 赵兄 怎么可能呢 大王志向的百姓安居乐业 那些百姓得知大王要造摘星楼 个个自告奋勇地过来帮忙 怎么可能劳民伤财 更谈不上什么类似百姓了 哦 百姓竟会如此 当然了 赵兄 你不用怀疑 公报何时骗过你啊 好 大王如此深得民心 功名佩服 那是当然 大王一向英明神武 我们满朝文武都无比钦佩啊 是啊 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Syrian 好 好啊 功名也祝大王 赵兄 effects 同行 volver 好啊 有了赵县长的公主 芳王可是分外高兴啊 是啊 能得赵县长相助 我昭歌更是如虎天意啊 美人啊 这摘星楼 可是孤王为陶的 你觉得怎么样啊 大王 这摘星楼漂亮是漂亮 可是如何摘星啊 你们听到了 孤得美儿在问如何可以摘星 大王 现在是白天 是星要到了晚上才出现呢 是啊 娘娘 只要一到晚上 娘娘把窗户推开 失手就能摘到星星 大王 那到了晚上 臣妾就摘星星献给大王 好啊 大王 臣妾也要摘星星给您 好好好 大王 我也要摘星星给您 如果你们每一个人都摘星星给孤 那孤不就成了月亮了吗 大王 这是众星捧月 也浮边了 是啊 大王 到时候您再把人与血这么一刻 是 长生不老 青春永住 到时候您就可以当一个永久的帝王 对对对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好 说得好 大王 尤大人刚刚说什么 哦 他说的是人 尤魂 你 大王 大王是不是有事瞒着臣妾 没有 怎么会 轻轻欲轻 还不从十招了 大姐 大姐 我 我们 我们 贺喜大人 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 顾往没有见过 是是是 那边还有个花园 那记得的是美轮美幻哪 好 那 是啊 那个大王 咱们赶快过去看看吧 好啊 赵县长 我们走吧 请 赵兄请 大王请 你这给你们了 我脑子 怪我 怪我 参见大王 您参见大王 您礼 谢大王 谢大王 我们去找小王 咱们得很漂亮 咱们不想 我没有想 咱们不想 你都不想 咱们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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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鸣不想要 来 怎么干一杯 大王请 走啊你 非拉人 这下好了 大王 大王来了 快快 大王 美人鱼 我们又见面了 真是老天耀眼哪 赐给姑这条美人鱼 从此以后 隐生的天下 永远都是姑的了 大王 您真的要杀了她 杀她 姑确实有些不舍呀 不过为了姑能够长生不老 牺牲她难道不应该吗 卢 不过 婚宝 难道你要看着我被杀吗 叫 来 说实话我也不想杀你 但是这天下需要大王 只有大王长生不老 才能稳住承汤天下 娇儿 你这样想 牺牲你的命 可以成全承汤天下和黎明百姓 这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盛公邦 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 我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我有利的事情 我就做对我不利的事情 我就不做 可是 当初你从他们手中救我 你可知我有多感激你 好了 娇儿 事到如今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当初你流的眼泪 掉下来化成珍珠 我就想 想我神宫暴修行那么多年 还是两袖清风 所以我当时看到你眼泪 能变成珍珠 才对你伸出了人生 怎么 她的眼泪能变成珍珠啊 那就让她天天哭好了 是啊大王 那咱们就让她多哭几下 那岂不是日进抖金哪 什么日进抖金 是日进抖珍珠啊 是是是是是珍珠珍珠 那姑岂不是更加的富有了吗 对对对 你们休想 自从我练成内丹之后 就再也流不出珍珠泪了 而且你们也休想在得到我的血 既然你说了如此大话 那姑倒真要试试 来人 来人 美人啊 你长得如此美貌 姑本来是舍不得杀你的 不过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喝你的血 姑会尽量地轻一点 也许你就不会觉得痛了 如果你要是不死 姑答应你会封你为妃 让你留在昭歌侍奉姑 受姑的宠爱 还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 这怎么会这样 难道他有自尽 赵县长 快过来帮国王看看 你为何衰竭得如此之快 难道他快要死了 我说赵公明 不 赵县长 你身从广大 可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 哎呀 是啊 这这这 怎么着 也得成全我们长生不老完了 他在死啊 你为何会变成如此模样 因为 我的内丹 都已经吐给江子牙了 什么 你把内丹吐给了江子牙 我说下要不要 我undo 你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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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带你带我 繁星天天 恍惚多少年间 风吹阳流 花絮满田 红浮绿漆 刻下两段沉眠 回望天使辗转相恋 回忆失调长线 盘旋无几千遍 再度浮现眼前 你的承诺死不见 暗恋我们蔓延 今生是否辩解 用尽全力抓紧有你的明天 回忆失调长线 盘旋无几千遍 再度浮现眼前 你的承诺死不见 暗恋我们蔓延 今生是否辩解 用尽全力抓紧有你的明天 认词耐作者 今生是否辩解 好想必考吃的